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走过很多地方 见过很多我们佛门的佛友 在家十三夜做不到 出家杀明雨做不到 我们感到很遗憾 我们追问为什么 追到最后 把根源找到了教育 清末民粗那个时候 民国二十年以前 传统文化虽然帅了 讲的人少了 还是有人讲 还是有人在做 还有根呢 也就是数 家教 还没有完全断绝 中国的家教 世俗的教育 我们家乡 是一个古文化的发祥地 中国的同城牌 就在我们家乡这个地区 民青年代了 出了很多人才 农村里面 村庄里头 小孩多念书 几乎没有是不念书的小孩 学校在祠堂里面 他有了个地区 所以他从小 学到了规矩 读了一些古书 有根 有乳的根 有道的根 道就是 太上干一面 道家最普遍的道场 就是城隍庙 城隍庙是道教的道场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教育就是 是王殿 那十殿阎王啊 叫什么 叫阎库 农村里面的 妇女 一年 到城隍庙上 总得有个四五次 我小时候跟着我母亲 那时候很小啊 五六岁 上城隍庙上下 父母就是机会教育 告诉我们 其心动念 言行举止 都不能够犯罪 犯罪 你看那个刑法 道山 有点 妄语 八十 这个印象很深 你一生都不会忘记 那长大了 奇心动念 会想到城隍庙 你有的事情 不敢做了 那中国古人所谓的 少尘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从小养成 这种教育 产生很大的效果 遇到事情 你想想这个事情 该不该做 后头还有什么样因果 也害怕了 所以学佛 三规五界 实现很容易接受 很容易做到了 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呢 就是传统这个 基础的教育 扎根的教育 丢掉了 这是我们跟日本人 八年抗战抗掉的 我觉得这是无比的一个损失 到以后 我们渐渐 接触到佛法了 就又回到 传统五二里面来了 如是道三家 关系非常密切 永远没办法分开的 接触到之后 明白了 真好啊 在世界 全世界找不到 你学了之后 你才真正爱护这个国家 真正爱这个民族 全世界再找不到 外国人 比我们好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 讲得很清楚 这是只有 扩学技术 机器 他发明的一些机器 比我们强 除这两样之外 哪一样都赶不上我们中国 我们听到这些话了 完全肯定 一丝毫怀疑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们走了许多国家 给了一些外国人交往 知己知彼 他的诱点 我们晓得 他的缺点 我们也晓得 我们中国人的优点 他知道 这个缺点他知道 优点他不知道啊 除了少数 研究中国文化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 他们懂得 他懂得 没有不佩服 这人性呢 他陪佛 像汤恩比 这一类的学者 明明白白的 就能说得出来 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只有孔孟学书 跟大乘佛法 英国人讲的 真点 一点都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